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炮新闻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线上 馆长 大春兄 你应该说似乎是孙馆长在我们 对对对 您似乎在科博馆 我现在不太确定 因为不只是咱们政治上有似乎 物理上也有测不准原理 那是 对 你只要是去测了 就已经干扰了他被准 或者被测不准的对象了 大春兄 如果交通警察把你拦下来的话 你说你其实测不准我的速度 是不是 因为你测量的时候 你已经干扰到我的速度了 是吧 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这是测不准原理 对对对 哪里都没办法了 那不是 那要看他用什么自我 到时候还是有权力的人比较厉害的 是啊 你看街头上都是 机车骑士跟司机下来跟警察鞠躬的 哎呦这样子啊 对啊 我没发看过反过来的 好了 好好 日本准备把8K摄影机送上月球 不是送到钓鱼台啊 送8K摄影机送上月球 然后呢 还要火星 对对 他有趣的 NHK啊 要把8K装上去啊 出去太空拍他的太空旅程啊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8K是现在的尖端 是 我们在前两年呢 去年曾经跟台大电合作了 台大电的8K 应该是世界上现在 极度领先的8K 嗯 他们曾经跟Sony在东京PK过 那东京就 Sony就甘拜下来 那好 拜下正来 那是 很好 这是为什么去年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不是有个漫步太阳系的特展吗 还有 在那里面我们得到了台大电的协助啊 把8K的投影机装在那边 然后我另外请了NASA 高达太空中心的艺术家 帮我们剪了两段太阳最新的那个影片啊 嗯 8K的 是 你看那两段影片每一段三分钟啊 嗯 就没有办法在网络上传了 因为那两段三分钟的影片就是 呃 好几个几十个上百个G吧 嗯 那么大 一个时候来拿 拿那个硬碟啊 是由我们那个台大的学长 嗯 从美国NASA直接带回来的硬碟带回来的 啊 所以8K的量其实很大 是 但是我们看到那个8K的颜色真的是很鲜 很鲜艳 但它并不刺眼 嗯 但是用那个影像可以 你你眼睛靠到荧幕正前方 差不多十公分都不会刺眼 哦 那个8K影像真的很好 嗯 嗯 水起台湾 是 用8K来拍水啊 嗯 那所以现在看来是可以继续发展8K就不意外了 嗯 但它现在的想法 就是能够把它装上去了以后 嗯 持续送出去 但它是在2024年发射要升空的 是 2025年到火星 呃 它不是两两个目标吗 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个是月球 一个是火星 是同时吗 呃 那对先到月球再到火星啊 哦 对这样有趣了 因为它同时也会降落在火星的 为火卫衣上面 嗯 火星的第一个卫星上面 然后拿点土壤回来 哎 其实日本这样做还能够超越美国 对 它如果说一个太空旅行 呃 一艘太空船 嗯 在两个不同的 虽然是一个是卫星 一个是 一个是地球的卫星 嗯 一个是火星的卫星 嗯 但是这个 这是空潜的 对 嗯 对 所以它很厉害 能够这样规划 我真的觉得是 潜瞻 这才叫潜瞻了 嗯 它而且它会超越 因为美国人或者是其他人 都是要从月球拿土壤吧 是 那也会想到说 哎 那我们在火星上面 能不能迟到去拿土壤 那些NHK学乖了 我不要去火星 火星大 还有它的困难 嗯 现在火星 火溫其实很小 大概是12到20公里左右的直径啊 嗯 去上面拿点 你要从那个地方下去再起飞 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呃 如果在火星上下去再起飞 是比较困难的原因 是因为 你引力吗 对对对 重力场会大很多了 虽然说 火星整个体积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啊 但它上面的重力场是我们的三分之一 是 也就是大尊兄 您今天是100公斤的话 上去瞬间变了38公斤 嗯 为什么我今天是100公斤呢 是比方好算嘛 嗯 因为身材特别好 特别好啊 如果说它它落在火卫衣上呢 把东西踩了以后回来 那又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了 嗯 但在此同时呢 它带的八 可是大尊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是8K那个数据量太大了 嗯 你不论是5G还是6G发展出来 要传8K也需要一段时间啊 它是怎么个传法呢 是直接拍摄了就当场就传了 嗯 不知道 它拍摄以后应该要存在它onboard computer上面 啊 太空船上面的电脑上头 是 然后找时间再把它传下来 因为它不是时时刻刻都对的准地球上面的 接收深太空 网络信息的这些天线吧 是 那存在那边以后 到时候再传下来 可是那个船的速度就 就看吧 因为在宫里面的网络到底有多快 不知道 所以5G对这个也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嗯 这是日本 对对对 日本准备将8K摄影机送上月球和火星来拍摄 好 另外就是说JAXA 这个日本 日本的NASA 它好像 下年度的预算 要创了新高 准备要派日本的太空人登月 嗯 对 就是他要加入美国 他加入美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永远跟在美国后头跑的小老弟啊 嗯 那这次呢 波德要是自愿的还是被自愿的哈 嗯 就加入了美国的Artemis 阿特米斯计划 哎 Artemis的1号2号3号 它个别会有不同阶段的 嗯 也就是希望啊 你如果在2024年要登陆 人重新踩上月球去 嗯 2021年呢 就需要把1号先发射上去 不带太空人 是 绕圈的回来 那如果2号上去是2023年了 嗯 那带着太空人过去 环绕月球 也不下去 有点像以前阿波罗任务啊 嗯 那一直到2024年的时候 是Artemis 3号了 嗯 那真的要把人放上去 在月球上停留 可能到一个礼拜 哦 时间比较长 那日本人就很希望 嗯 他如果 现在认真地跟着老大哥的脚步往前走啊 嗯 到时候能够有一个日本人 嗯 是在落到月球表面上去的 踏出去的人 是 哎 对了 之前你介绍阿提米斯计划的时候 我一直忘了问啊 嗯 是我的师子 那 那就是 他到底准备送几个人去还啊 绕啊 或 以及呆一个礼拜 是几个人 阿提米斯计划啊 嗯 他用的大火箭是 我们讲Space Launch System SLS 嗯 大家记不记得 他不是SpaceX发展 他是波音发展 是波音的 嗯 波音效率就差很多 嗯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测试 但上面的 那个太空船呢 叫做Orion 嗯 你如果今天去每一个美国的NASA中心啊 他如果有辐射博物馆跟游乐区的话 都会看到Orion的那个 那个太空船的模型啊 嗯 里面可以住四个人 嗯 就是最大容量 最大容四个 但他这个 太空船呢 因为我们在NASA 无论在詹乃 詹乃迪中心 或者在詹森中心啊 都看到这种猎户素的 呃 mark up 它的模型了 嗯 里面比阿波罗要来的宽大一些 哦 那这种阿波罗基本上那三个人是动不了的 对 就是说整个一个多礼拜都活在三个椅子上面啊 嗯 那他现在呢 是有三个椅子 旁边还有一个床 哦 大家可以轮流睡一下 对对对 大家分享这个床啊 可以躺下舒展舒展啊 嗯 这猎户座稍微大 但也不过就是四个人啊 Orion就是猎户座了 对对 我学会这个字 以前不会被 不会记得 后来是在Man in Black的电影里面 啊 有一只猫 猫 他就叫Orion 耶 脖子上挂了一个 嗯 好了 不讲电影了 讲电影 回不来 可是马上就到来 嗯 冬天 是 冬天的星空是一年四季里面最亮丽的 亮星最多 嗯 其中有好几个亮星就来自Orion 猎户座 是 冬季大三角起来了 嗯 大家真的可以学着看一看啊 哎 冬天晚上 是在东边的 的星空底下是吧 呃 对到了冬天以后 现在是几月了 现在十月十一月了吧 嗯 那你等到晚上十一点 十二点 猎户座就是高挂天空了啊 嗯 那再往后去一点 到了十二月一月的时候 晚上八九点钟 猎户座就会出来了 冬天大三角 八九点 非常漂亮 那我只是要想到他 就说您是大文学家 不敢 那个老财呢 不是在 看着斗标冬尺 不由得滴下泪来 对 又过了一年嘛 对对对对 那我想那时候够冷啊 因为脸上不是出来冰柱子了 嗯 呃 第一个 这个夸张的讲法 呃 第二个 呃 冰不是都溶掉了吗 嘿嘿 眼泪流出来 如果成冰了的话 那那恐怕也不适合 在室外待太久吧 应该没有待太久 好好好 呃 不过 你刚刚提到的 这很重要 这个 斗标 又将 冬直 这以前我记得 整个 老三游记的那一刻里面 我就记得这一句 对 你也是是吧 我我也是后来我学的天文就仔细研究了啊 其实那个斗标一天到晚都在东西南北乱指 嗯 因为他是绕着北极星转的嘛 所以你想象一个大北斗 他有他的斗勺 嗯 然后这三个星 玉恒开阳遥光是他的斗标嘛 对 那他绕着北极星转的时候呢 嗯 他的斗标就先指到这右边上面 左边下面 所以不管是吹下秋冬都会指嘛 对不对 他现在之所以讲到斗标冬直啊 是冬天的晚上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 嗯 那大雄座的刚好走到北极星的上面 他的往 斗标就是往右边指过去 就像东边了 哦 就你要晚上八九点 否则的话 你现在的三四点看到他也是冬直啊 嗯 但是一般讲的都是上半夜的时间 作为那一季的星空的定义嘛 嗯 嗯 是 我们从JASA 一直讲到老残游记 天文学真的是 太博大精神了 无所不报 关于JASA 下一年度预算创新高 还有值得我们理解的内容吗 有啊 那大正兄 他现在有趣的是 让大家把汇率在脑子里的汇率调整一下 嗯 全部改成日元 是 那明年的JASA的预算是2800亿日元 差不多是多少台并900亿多亿 嗯 对 你大概除上三左右 三次左右啊 嗯 那但是呢 美国人会放进去2.3兆日元 哦 对 所以明年他年度是2.3兆日元 世界最多啊 嗯 欧洲要放进去8000亿日元 嗯 所以美国这2.8 2800亿还算 普通的 但是你可以跟他去年相比 是 这叫同比了 嗯 同比他去年呢 多了800亿日元 啊 那就是要摆在阿特米斯计划上的 是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嗯 而且看起来能够确保执行 所以美国日本 美国欧洲也都会加入投资行列 主要应该是日本吧 嗯 欧洲能帮忙就帮忙 现在欧洲快要跟美国分道扬镳了 嗯 嗯 是是因为川普的缘故 当然没有别的选择 嗯 来 对线讲到川普了 对线川普再登陆月球的承诺 嗯 要斥资280亿 对 嗯 这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嘛 他用阿特米斯一号二号三号的计划啊 去去登陆月球了 嗯 那这里面今天我们好有几个新闻 其实也又是看得到美国跟中国的角力 嗯 不只是登月 是 因为美国人要回去重新掌握他的月球上面的所有权啊 嗯 反正你美国人包含了火星月球大包大了 那金星就给俄国人去了啊 那美国人现在不希望是说中国也能够插足月球甚至到火星去 嗯 更好玩的是太空战 对 待会我们会讲到太空战 嗯 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的NASA署长的Branston Branston说什么 他说NASA而言啊 科学还简单 政治风险是最大的危险 嗯 不过那个时候他所谓政治风险并不是跟中国的政治风险啊 是 而是历届总统不见得都会支持他们的大计划 嗯 奥巴马就曾经取消了他登陆火星的任务 是 所以就花了几十亿美金然后被取消掉 大人说他取消掉不是说这个计划没钱了 嗯 而是这个计划整个的专业科学家就解散了 啊 他们要到另外别的地方 离开NASA了 对 他你如果今天又重新恢复了这个计划的话 你还得再把这些人慢慢找回来 嗯 但不管怎么样 他们现在还没有仔细讨论 到底怎么要上月球 是 据说是在耶旦节之前 如果国会通过了第一笔的三十一二亿美元的经费 那么就有可能还是按照计划 2024年登陆月球 所以就在选举之前 前后了 对对对 这个美国的是不是再会登月会就要看国会通不通过了 对 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都是NASA跟国会的角力了 嗯 那所谓的是二三十二亿美金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嗯 只是把声音声音声这个声量放出来了 是 讯息放出来以后 你要通过 那我们就做 不通过就算了啊 嗯 因为我们以前看过太多NASA的大计划 几亿几十亿花下去 嗯 说不做就不做 换个总统换个署长就不做了 但是他们现在 你说阿提米斯大顿兄 要是你底下管这个计划的话 你会不会希望他能够把清楚的时程跟细节告诉你 嗯 当然了 那他只是现在说 阿提米斯计划打算登陆月球南极啊 嗯 然后其他就不知道了 呃 对 而且之前是登陆的赤道嘛 对 现在 赤道附近 对 就是我们要换个地方登陆 对 真是不 哎 可是我在这个新闻里面 瞄到了一个熟悉 而且我们很久没说的名字 啊 伊隆马斯克 哎 他跟贝索斯 对 Blue Origin 对不对 还有这个美国应用科学资讯科技公司 Dynamics Dynamics 对 共同获得了什么什么一个合约是吧 将近十亿美金的合约 这是获得了谁给的合约 还是NASA 嗯 NASA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我找几家民间企业他都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 嗯 就是把这个小饼先大家分了 嗯 大饼我扣在手里头 你们要拿分的这些小饼做出一点成就来 大饼才会出来 嗯 所以这三家呢 现在在竞争月球的载人登陆的合约 嗯 嗯 所以看嘛 我相信11月以后啊 嗯 如果总统的位置或者怎么样的 那对这个东西会有影响的了 是 呃 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分多钟进广告 哎 有这个题目不错 我们以前没有特别去讨论过 嗯 月球的辐射量是地球的两百倍 嗯 NASA计划2024年重返月球 但是太空人恐怕会有离癌或者是白内障的风险 嗯 对 这就是大家现在都熟悉的一个是到月球 你虽然一两天就到了 但月球表面没有大 其他完全没有办法抵抗来自太阳的高能辐射啊 强烈的粒子跟高能辐射 那不用说到火星 到火星是你路上八月就受不了了 是 但月球的话 嗯 去那边待上一个礼拜回来 你那个辐射量都超过了每个人允许的每天的2.6倍 嗯 比吃那个猪还厉害 对啊 但是要怎么办 嗯 到了那边应该住在地下 以前我们说过地下有好多火山熔岩的管道啊 嗯 应该就是第一批人类居住的地方 嗯 但是这是月球对不对 那是月球对 嗯 那火星不是应该会也很严重吗 火星也严重啊 但是到了火星以后啊 就地取材 赶快把那个火星盖起来 一个房子 嗯 或者拿水 水3D列印做出冰来啊 嗯 冰屋是现在他们在规划火星上第一级人类住的地方 哦 冰可以抵抗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 嗯 嗯 所以在月球上没办法 月球上也有水 但是比较偏南北极了 嗯 不像火星上你往地下挖下去一两米 就有水可以蒸流出来啊 冰屋不但可以抵抗辐射 而且采光还不错 嗯 看起来还蛮新潮的 玻璃帷幕大厦 是吧 哈哈 这是 而且是3D列印的 嗯 对了 这个3D列印的技术 嗯 已经可以做什么做冰了 我也 很多东西都可以做了 已经不仅不仅限于刚开始的高温热熔胶了 嗯 现在很多材料 无论你是食物也好 汽车也好 连房子都能3D列印盖了 以后在太空 无论是飞行 或者是在月球火星 都会应用很多3D列印 嗯 好的 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孙维新谈天单元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 在我们的线上 那林兄 这广告的机会 赶忙扒两口饭呢 哎呦 吃吃吃呢 是吧 哎 你也是啊 不是我来每回看你上节目 也在那捧着便当扒饭吗 哈哈 我在节目上不敢呢 哈哈 我没有忙又累 却天文 我想起一句话来了 其实我们天文所的同事 最喜欢讲的是 这些天文的教授啊 累得跟狗一样 嗯 不过呢 是个快乐的狗 哎 没事还躺在草地上 是吧 那看星星 对了 对 来 这个 现在上太空的人 不只是学天文的人 哎 对 学电影的人 也可以上太空了 演电影的人 也上太空了 美国男星 Tom Cruise 今天就是 不是前两天吧 嗯 23号 嗯 确定在 2021年的10月 明年了 明年10月 会随着美国国家 航太总署啊 跟着特斯拉 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合作 嗯 登上SpaceX的太空船 叫做天龙号 Dragon 2 天龙2号 而且是要到国际太空站 他会是全世界史上第一位 上外太空拍摄电影的那明星 他现在要到哪去都可以了 是吧 基本上你电影演的好 去哪里都可以啊 你连着说你有学问 书念的好 到哪可以 现在不一样 没这回事 哎 对 那你知道大春兄有趣的是 天龙号2号 Dragon 2 是在人的 嗯 那一般以前Dragon是刚开始第一 Dragon 1了 它的第一号是运捕的 嗯 是从地面送食物给养 上去太空站的 是 这个新闻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嗯 就是它的机组人员名单已经公布了 哦 你仔细看一下 机组人员名单放大以后 竟然有驾驶员是 Tourist One 观光第一课 观光课第一号 Tom Cruise 嗯 除非是同名同姓 要不然就是那个58岁的Tom Cruise 明年59了 庆祝60大寿司上去太空哦 嗯 真是 Tourist Two 是Duck Lehman Duck Lehman 是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导演 啊 那个导演以前找过很多精彩的戏 是是这部片子的导演吗 呃 不是 以前有一个电影叫明日边界 他这种 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嗯 他老是会被打死以后又回 又活过来 是是是 所以他只要打死 他就会活 因为他 他身体有一种特别的东西嘛 嗯 那另外一个女的战士 嗯 就跟着他 他们要把来的外星生物 要把他消灭了 是 终于靠着这种能够回到过去 嗯 回到前一天了 是 那这是 可是这个导演 Duck Lehman 跟Tom Cruise 现在 上太空这件事情 为什么 就是他不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他是啊 他会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哦 就是 也就是Tom Cruise 这个到 名字叫什么还不知道 嗯 但这个导演呢 一起上去 我想顺便就拍了 嗯 因为你上太空的机会太少 不太可能你说摄影师 灯光 巨雾 跟打杂的都上去嘛 嗯 应该就是导演 又见摄影 又见小弟了啊 嗯 上去就会拍 是 那拍了以后 你不太可能 大纯雄啊 真正要拍的话 也不用说 美国连台湾都很认真的 你得先派一组人去看警 嗯 先去勘察外景场地啊 是 那这个地方 大概没办法先去外景 勘察了 恐怕只能在地面上 模拟一下 是吧 地面有两种模拟 一个是以前做过的啊 阿波罗13号 他们就在飞机 我们说过的 他的parabolic flight 就是抛物线的飞行啊 嗯 会产生失重状态 时间很短 十几二十秒 嗯 你只能抓的那十几二十秒 拍摄一些简单的镜头啊 嗯 但另外一个是在水里面 嗯 水里面更不能拍 水里面真的是让太空人练习 人漂浮在那边 没有重力情况底下 怎么样去工作 嗯 就会太空望远镜啊 什么的啊 但这两个状况都没有办法 代替实际上 你在太空站上 一镜到底漂浮过去的 这样子的状态 嗯 嗯 所以他真的是要上去拍了 呃 可是你刚刚只提到了两个人 嗯 Tom Cruise Duck Lehman 嗯 那他们两个谁开 这个 哦 还有一个pilot 一个驾驶员 哦 还有一个 就一个 他是真的是吧 总共有四个人吧 嗯 因为我们说的 SASAC这个 天龙号二号啊 嗯 能够带四个人 那第一个是驾驶员 嗯 Lopez 你听Lopez 西班牙名字嘛 嗯 那Torch的三还空在那个地方 嗯 第三号观光客还空着 嗯 大致兄把你名字填上去吧 他的确的确还要有个空位啊 是要给 嗯 到底是给专业的太空人 嗯 还是给 嗯 剧组的人呢 我我感觉上 如果他真的要上去拍片的话 嗯 那第三个空位应该是给 他们技术小组的人员 应该是个摄影师 对不对 应该是 因为导演万一拍 砸了 你说 啊 你就回明日边界去吧 对你好的不想老想坏的啊 大致兄话 不是 我们这个 料敌从宽啊 啊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 而且 而且他一个人上去 就像太空人上去 记不记得那个火星任务里头啊 嗯 那个麦特戴蒙 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是工程师 工程师 同时间职务学家 嗯 每一个上去太空的人 大概都有两三种身份 而且是专业到有博士硕士学位的 嗯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是 尤其是学医的 嗯 那很多太空人都会有医师 医师的执照 或者是硕士博士 嗯 他很多要处理人的问题吧 是 那这次的话 第三个上去的人 我估计应该也是兼具有 电影拍摄能力的人员 嗯 但是他们真的 如果真的要上去的话 大概要花半年左右的时间 嗯 去培养熟悉太空的环境 我一直在想 他们用什么样的摄影机 啊 说不定就用手机拍了 比较简单啊 他的意思 他们有非常高级的摄影机啊 嗯 在太空站上啊 有个地方我们常常想叫做 克普拉 克普拉就是个对地的观景窗吧 是 哦 你常常会看到太空拿着专业的大型的摄影机啊 嗯 从那个地方拍地球的状态啊 好 所以摄影机上去不是太大的问题 是 重点是如果你是导演或者你是主角 上去以后 一到了失重状态 开始吐 嗯 那就麻烦 就拍不下去了 呃 大概就一二十秒是吧 他的太空站就可以连续拍很久 哦 上去以后就会拍很久 对 大军兄 可是他就没那么帅了 所以你就 也可以解释一下吗 对 你没上去啊 你会觉得 TOM CRUZ上去 大家好羡慕啊 嗯 一上去以后 身体的体液均匀分布 嗯 体液跟血液都往上半身走 哦 所以脸会变胖 会肿 会肿 对 可是他会变高哎 呃 也会高五公分吧 对对 他真的是好矮啊 我不知道 你不要乱说 TOM CRUZ真的矮 真的矮 嗯 他比那个Kelly McGill还还矮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话题啊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不要老讲 来 那这部电影我们还有什么可期待的 那没有没有 我们就往下讲吧 但是这就是太太有趣了 这以后还会出现的 嗯 号称 TOM CRUZ我觉得他号称是跟那个谁一样 成龙 都是 亲身上阵的 嗯 不用替身的 是 那我们看看 说明他还会有太空漫步呢 呃 可是SpaceX拿这个秘密武器出来 是不是有跟贝佐斯较劲的想法 嗯 对对对 真的是 但我会看到还有几个SpaceX的新闻啊 那 他们真的是多角度发展 是 哪个角度都会有进度 嗯 嗯 那其实比较起来 贝佐斯跟我们以前讲的那个Brandson 还有这次Dynamics 是 都没有太多的新闻 嗯 干这一行的 如果你已经有一点点进展 嗯 那马上会大声吆喝 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牵涉到你的经费的问题啊 嗯 对呀 从事金融或者是经营管理的或者是企业并购的啊 这种这种生意做这样生意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马斯克呃把专利当成秘密武器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之一是吗 对以前马斯克他不重视专利嗯 他总觉得我真的要申请专利的话 他他意思不是说像居里夫人那么高尚伟大的情操啊 嗯 说我做了这些放射性的发现嗯 他是全世界人的公共财 所以我开放给大家 对 那马斯克不申请专利是什么 他怕那个专利啊 一旦写清楚了 送出去审查就会泄露 嗯 他就说了你在对马斯克来讲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嗯 中国人 哦 他只要 他说中国人在太空方面也很厉害 我送出去的专利只要中国人看一眼 他就会拿走他的技术布局了 嗯 他连申请都不要申请 嗯 那结果发现现在吃大亏了 嗯 因为当大家都朝太空发展 他看到了贝佐斯嗯 里面用的好多概念 就是他的 哦 所以他火了 现在就开始申请专利了 呃 为什么贝佐斯在贝佐斯会有他的嗯 想法 而且原本可能是马斯克的专利 呃 因为马斯克没有申请专利 你说在尤其是海上着陆这个系统啊 嗯 踩上那个drone然后把回收火箭落在上头嘛 是 那马斯克就没有去申请了 贝佐斯竟然申请了专利 哦 所以你知道吗 他知道你的idea了以后 他就去发展 发展以后他先去 无论成功不成功 他先去专利了 嗯 那SpaceX还晚了 嗯 晚了他 所以你想说 那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是 那因为 其他的这些贝佐斯什么团队 去找SpaceX的人打听 你如果没有专利大政权 我只要花点高价 把你两个人挖过来 我就有了 嗯 你如果有专利保护的话 我挖你几个人过来都不行啊 是 所以他现在马斯克终于想通了 嗯 另外 美国大选好像跟太空人升空 也有一点关系 这什么意思 在太空里面投票吗 对对对 一个女太空人呢 坚持要在太空投票 哦 Kate Robbins Kate Robbins呢 她要在太空投票 说我不能错过这个 上次2016年上去的时候 差点赶不上11月回来投票 嗯 还好10月30号离开ISF太空站 嗯 那这次她跑不掉了 一定在太空里面 在技术上如何 也就是地面的人啊 把这个选票的电子档传给她 嗯 然后她填妥电子标以后 再把它传回来 她一定要在太空站上填吗 嗯 对啊 奇怪当真兄 其他几周都提早投票 对啊 很多是提早投票 通信投票 哎 我不知道 她就觉得爽嘛 我在太空投别人没有投过啊 会不会是因为 川普太不信任 这个通信投票 他就担心川普在里面搞鬼 对啊 对啊 通信投票不是说 找到一些投票 扔在六色档里面吗 九章里面有七章 投投川普的吗 嗯 你这样一讲 大家都会觉得搞什么 best place for Trump 对对对对 六色档 耶 那川普会不会对这个 女太空人讲说 我要看看你投谁 如果不是投我的话 那你这个投票就不合法了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 孙维新谈天 国际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管长 在我们的线上 管长 太空里面 嗯 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垃圾 我们就称为太空垃圾 是吧 对 或者废物 嗯 除了废票也赢 也有可能 对 可是地球 忽然间又抓到了一个废物 是吧 抓到了一个月亮 啊 大学生我们从这个角度中 就快到了啊 咱们与人为善 不要讲 要好的 往上好的一面说 对 抓到了一个极小的月亮啊 嗯 大概在几米长啊 嗯 但这个有趣了 就是 它地球不断的 在太空中 近太空中 边走边抓东西的 嗯 今年年初呢 也有一个迷你月亮 大概只有两三米左右啊 嗯 那短暂的被地球的引力吸引的 嗯 那绕一绕以后 又被甩出去了 哎 这个绕一绕 甩出去 这个过程 我觉得很有趣 呃 第一个 它会来 因为是 地球有重力吗 嗯 对 它平常 它 它也是高速在太阳系里面运行 啊 那只不过地球刚好经过了它附近 嗯 它受到地球重力场的影响 进入了某个轨头 会改变方向 嗯 绝大多数就改变方向 朝顶外方向 走了 但是如果接近很近的话 它就会进入地球轨道 绕一阵子 绕多久 或者是 怎么样才 才可以称之为 地球又捕获了一个迷你月亮 如果它的角度跟 跟距离够近的话 嗯 它能够绕到地球旁边 也很要巧的 因为 你如果说 角度比较 浅一点 嗯 它就像打水漂一样 从旁边让下去 飘出去了 嗯 对 但是如果近的话 它会被地球的吸引力抓住 到最后 绕一段时间 就摔在地球表面了 好 还是会落在地球表面 因为上次我们1994年 那个彗星 就这样撞在木星表面嘛 嗯 它前一圈是 非常非常近 800公里 经过了木星顶端 嗯 它已经被抓住一阵子了 是 那后来绕来绕去 越来越低 到最后撞上去了 嗯 但是有一些呢 就绕来绕去 它还是个大椭圆 嗯 绕到后来 也有其他的影响 它就又 撑脱了地球的中立场 啊 飞出去了 哦 还是会飞出去 有些会飞出去 有些就 就三种可能 一个是撞下来 嗯 一个继续环绕 嗯 另外一个再被甩出去 嗯 那今年这个东西 很有趣的是 最近刚刚发现2020SOR 是 它的代号叫这个东西 以为又是一个自然天体 被捕获了 啊 后来发觉 嘿嘿 它的大小是6米到14米 嗯 那这基本上就是火箭的第一节了 哈哈哈哈 所以 哎 你刚跟我说 这是一个迷你月亮 啊 啊 说不要把它当太空垃圾 啊 结果呢 那 哎 月亮有很多种 你有圆柱形的 三角形的 一样都有吧 对 还有雪茄形的 火嬷嬷嬷 对 大家就说你听话 这是真的丰富 真的丰富啊 是吗 雪茄形的 对对 那另外是这样子啊 所以他们研究了这个以后 发现1966年 哎 九月份 有一个太空船 射上去 结果没有成功 嗯 那这射上去的过程中 那除了说火箭本身的助推器 它的第一节火箭 跟旁边的助推器之外 它前面的faring faring就是 整流罩 嗯 整流罩打开了 进到太空了 没有空气摩擦了 打开那整流罩 它是两半的 往两边喷下去 喷出去以后呢 你那个卫星就暴露在太空环境里面了嘛 就可以把它丢出去了 是 但像这种打开的火箭整流罩 跟助推器 跟第一节火箭 嗯 都会往下掉 嗯 以前几十年来 根本就没有人管它掉到哪里去 嗯 那多半是因为 很多东西是离到地面很高的时候 是 抛弃的 它多半就会进入绕地球的轨道 啊 有些掉下来 穿过大气就烧掉了 烧掉了 这东西对地球上倒没有太大的威胁 那么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 这个2020SO是不是 对 它的命名 因为它已经被命名了 嗯 那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1966年9月20号发射的 次量员二号太空船 对 他们现在认为是 啊 就是它发射出去呢 呃 因为出了状况 那火箭推进器没有推了足够的力量出去 但是呢 它还是接近了月球啊 嗯 坠毁在月球表面 它 呃 它在天上绕了五十几年 哎 对 它是这样 五十四年 它会带一些东西走啊 然后呢 它往外头飞的时候 飞到月球那边了 那它本身点火或者是小引擎的力量 不够 没有顺利点燃啊 那它就没有办法进入绕月的轨道 就直接一头栽在月球表面了 嗯 但它在过程中我们说的 比如接近月球 它的盖子要打开啊 或者什么东西要丢掉啊 啊 那些东西呢 环绕的月球绕一个大圈 现在又回到地球旁边来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观点很重要 不是说我们地球出门就直接 朝月球飙过去就着陆了 不是 是 都是在绕圈圈 嗯 地球旁边绕几圈圈的越绕越大 嗯 然后发动火箭就出去了 然后更大的圈圈刚好经过月球旁边 是 在被月球重力捕获了以后 又绕小圈圈绕着月球转嘛 嗯 那如果说你东西丢出来 没有照到月球的重力厂里头去 被月球甩回来 那真的过了几十年会回到地球旁边来的 五十四年 嗯 真是反走过的不但会留下痕迹 还会回来 而且会砸到头上 哎 那现在它的状况是什么呀 你说状况 那反正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仪器了嘛 无论是整流罩也好 或者助推火箭的一部分也好 就这么几米 六米 八米 十米的大小 嗯 飘过来以后转一圈又出去了 又出去了 对对对 所以它说以后你在做太空场出去找吧 哦好 我去 反正什么这些任务都交给我了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一个巴基斯坦的男子 嗯 买月球土地 这个不是新鲜的想法吧 对 大家 我想所有的 在台湾从事这个建 做建商 大家都想 开发开发 可是要想啊 已经买了土地的人的名字啊 嗯 看起来还真的很有趣啊 对 他花了很便宜的钱买的 对对对对 他买了一千一百平的土地啊 嗯 一个英亩吧 是 还花了四十五美金 台并一千三 对对对 所以大正兄 这刚好是那个做生意的四个字 嗯 薄利多销 啊 你如果说月球的土地 你说很珍贵 我这样一英亩 要三十万美金的话 那没有人给你买 是 如果你花了四十五块美金 你就能拿到一张证书 嗯 上面还有月球的土标出你的土地在哪里 那不就可以讨好自己的美娇娘了吗 当然 但是等一下 关键问题是 谁 谁给盖的张 谁给发的证书 这个名字特别壮观呢 国际土 国际月球土地注册局 是哪 是哪一个国家的 看美国的吧 美国人干这种事啊 嗯 不是 我是说啊 那不像我们地政事务所啊 你盖的张是有效的 嗯 他说购入月球蒸汽海 那个地方啊 是 但有趣的事不是只有他啊 嗯 汤姆克鲁斯 嗯 他在月球上 他以后要去那有他自己的房子啊 所以他这次是去看房间的 对对 去看 看他自己的房子啊 John Travolta也有 John Travolta 耶 Niko Kimmon也有 哎 Niko Kimmon是跟Tom Cruise在一块的吗 那以前的前妻嘛 不是 我说房子是在一块的 对对 买的邻居也可以 嗯 那还有美国前总统雷根卡特 小布希都有啊 哦 那你说你这个 你敢赶上这个热潮啊 要不然就就弱了 哎 你没听我们节目的广告吗 那个买了这个塔位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你怎么把桃一个月球土地 摆在一块书啊 剑指天宫一号 哎哎 来讲讲这个 好好好 也就是美国人现在发现啊 太空站从1998年 开始组装以后呢 涉及20年组装的还不错 嗯 那有很多人都是在上面运行过嘛 啊 那他的能力大概持续到2030年 是 本来讲2024 2025了 嗯 现在看起来可以维修到2030年 好 问题是2022年大陆的天空一号就要上去了 是 哎 不就只有大陆一个人做哎 我们必须要说不要老受美国影响 觉得大陆 其他所有人都跟他为敌 嗯 大陆的天空一号有17国23个实验室 在上面 是 所以他就是提供一个platform 一个平台 你们要做合作 技术合作 或者实验合作 你都来 嗯 所以天空一号的2022年就会上去了 那美国人就说了 你不能看到我们的太空站下来 大陆太空站上去 嗯 那我们这一块就虚了 嗯 那个 尤其是地球低轨道嘛 就是中美太空竞赛就落后一筹了 对 美国现在发觉很多地方 他只要一放弃 中国的势力就会趁虚而入 嗯 所以他想说地球低轨道 也不能退后啊 但无论他退后不退后啊 大陆天空一号已经要上去了 嗯 而且他比较倾向科学 背后还拉一个2.5米的望远镜 嗯 那个望远镜就比哈勃望远镜稍微大一点点 是 所以那是 那是很壮观的一个东西啊 那美国人就觉得有压力了 这个望远镜是早就已经设计中 制造中 哦 在制作 就在制作 前两年我们就听说了 嗯 那本来那个大陆的太空望远镜 要跟太空战结合在一块 后来发觉望远镜越长越大 啊 那就拉在后头吧 是 离开太空战有一段距离的 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贝努 是个小行星对不对 对对对 美国的太空探测器 马上就要在几天之后 二天就要登陆贝努小行星 对 那个探测器就是我们讲的神话里面 印度神吧 那古埃及神话里面的死神啊 死神 或者冥界之神 Osiris Osiris呢 会他做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个了 日本的准鸟一号做的没成功 准鸟二号成功了 哎呀 但我们时间不够了 对 哎呀 下回来说 好